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性别 性取向 性别认同 变性等等这些现在泛滥的问题 都其实并不像一开始说的那么简单 所有LGBTQ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说说 这个是人权 这个是爱 我呢只是想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不关你们的事 你们管我干嘛 但是现在有一点情况显现的非常清楚 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在同婚开放了之后 开始了极为迅速的成长 这点非常清楚 不分国家 不分族裔 在美国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在台湾你也会看到相同的情况 而这些的开放并不只是单纯的像他们说的一样 说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自由跟别人无关 现在根本已经不是他们要过自己生活的问题 这个已经发展到完全影响妨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这里面包括 但是不限于小孩的教育 价值观的建设 健康医疗 个人隐私 以及宗教自由 Yeshiva University 耶西瓦大学 是一家位于纽约的正统犹太教大学 由于LGBTQ群体的攻击 目前这所大学正在面临被剥夺宗教自由的权利 这所大学于1886年建校是一所私立的研究型大学 根据官方的官网介绍 该校创办初期致力于为犹太人提供教育 如今依然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思想和传统 我去看了他们的网站 在网站介绍任客教师的网页上面 所有的老师前面的title都是拉比 他们说西伯来语 学妥拉 祷告 敬拜 在生活中活出犹太价值观 但是这所持守传统犹太教义的大学 却因为所持有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惹来了麻烦 在去年4月份 这间学校被一群学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 一怒之下告上了法庭 原因就是因为学生们组织了一个LGBTQ团体 叫做YU Pride Aliens 叶西瓦大学骄傲联盟 这个联盟想要让学校批准 正式注册成为学校的学生俱乐部 他们要使用学校的场地还有设施来举行LGBTQ会议 他们要在学校里面筹集资金以及做广告宣传 那么这样的要求就被学校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我们这是犹太大学 我们是按照犹太的教义来生活的 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于是这些学生就跟学校开始了长久站 你拒绝我就申请 你再拒绝我再申请 你再再拒绝我再再申请 你拒绝几次我就申请几次 那么在遭到多次的拒绝之后呢 就把这些学生给惹毛了 这些学生认为校方一直拒绝就是歧视 就是不包容就是违反了纽约的人权法 这样的行为是藐视法律 于是我在网上查这个案件的时候 就看见了我从来没见过的场景 一群犹太人戴着彩虹小帽 聚集在犹太大学的门口支持LGBTQ 我后期是在个阅茄的人权忙着 我问了女士和女士广灵的行为 这支花里面我要agen 我发生了女士广灵的净十年 我被递人欧显出移载是 我记得我遗联想 我叫我女士广灵的问题 我一定要难以 我当我选择了这些人 因为我当时退出了 所以这些人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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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在大陆余兴论 在大陆余兴论 如果你看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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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事情 就是性格的行为 那是你的心 那是你犯人 那是你犯人的 你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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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 这里是纽约州 所以毫无疑问的 在学校被告上了法庭之后 纽约州的法官做出了判决 敦促校方 必须马上承认这个LGBTQ的组织 因为这个团体有权利 和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平等 那这个理由 校方肯定不接受啊 随后叶希瓦大学 向更高一级的州法院 提出了上诉 但是法院驳回了学校 要求推翻判决的请求 在被拒绝了之后 叶希瓦大学 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 叶希瓦大学在紧急申请中表示 政府强制要求建立的 叶希瓦大学骄傲联盟 将对该校学生和社区 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作为一所宗教信仰浓厚的犹太大学 叶希瓦大学不能够遵守这一命令 因为这样做将违反学校持守的 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律法价值观 也严重的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那么在上个周五 最高法院的Sonia Sotomayor大法官 批准了这个紧急的请愿书 宣布同意暂缓执行 但是这个案子可谓是一波三折 刚刚通过暂缓没几天 就在本周三 最高法院突然以五票对四票 否决了暂缓 并且决定把这个案件 还是发回给纽约法院 而要回去的这个法院 就是先前逼迫学校必须马上接受LGBTQ 团体的法院 当然最高法院呢也不是说完全拒绝 他们在声明中说到说 如果这个大学没有很快收到 纽约法院的快速复审或者是临时豁免 那他们这个案子还是可以返回到最高法院 那这个呢我就不是很明白 因为单纯这个案件来讲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一个维护宗教自由 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 既然已经来到了最高法院 是不是直接宣判就会比较好 省据后面的很多麻烦 那当然这次的投票结果 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九位大法官里面有五位投了 让这个案子回去纽约法庭 那这五位里面就包括两位 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 一位是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约翰·罗伯茨 还有一位就是大法官卡瓦诺 那么其他维护 犹太教大学的四位大法官 是Samuel Alito Flaris Thomas Neal Gorsach 和Amy Coney Ferris 就是大法官阿利托 托马斯 葛萨奇和巴雷特 那大法官阿利托 还特别宣告 说第一修正案 是否允许一个州 强制一所犹太学校 来用错误的方式解释妥拉 而且要用这种方式 来指导学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肯定是不可以 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了自由行使宗教的权利 那么如果这一项规定 有任何意义的话 那它就是禁止一个国家 按照自己的圣经解释 去强制执行 然而这就是纽约法庭 在本案中所做的 更令人失望的是 本法院的大多数法官 拒绝提供豁免 维护宪法是我们的责任 即使这样做 可能会引来争议 那在这个最高法院 发布了这个消息之后 耶内瓦大学的校长 在校内对学生们 发表了演讲 虽然这个演讲呢 掺杂着英语和西伯来语 当然了西伯来语的部分 我听不懂 但是光听英语的部分 你是大概知道 他可以在说什么 截了一小段下来 和你们一起分享 不只是说 你应该说 你必须做的 你必须做的 不只是认识我们的价格 而是生活的 保证我们 保证我们 在我们的耶稣里面 和在我们的耶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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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有意思 我们在这个耶稣里面 看到我们的耶稣里面 我们会没有办法 与在我们的耶稣里面 但在我们的行为 and this is the time that we keep this in mind that with all the judgment around us the only judgment that matters is from Avinu Shabbat Shammai and that should give us both deep comfort and hope cacusa from Avinu Shabbat Shammai 就像刚才这位校长 在讲话时候说到的 我们的信仰 不仅仅是在书本上面的知识 而是要我们在行动中活出来 我非常认同 不管别人指控你什么 坚定自己的信仰和立场 就在上个礼拜 有一个人就非得要我承认说 所有的宗教的教导 都一样有价值 那我当然不会承认 因为只有圣经才是永存的 不可摇动的真理 那这个人在听我说完之后 认为我是在歧视 在攻击其他的宗教 并且说我是一个hardcore Christian 翻译成中文说好听一点 就是铁杆基督徒 那所以这种事情呢 是真实存在的 只要你不认同别人 想要你认同的东西 那你就一定会被扣上 一个歧视的帽子 在这个案件里面 这个大学也是被扣上了 同样的歧视的帽子 LGBTQ的人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 但是事实就是 没有人攻击他们 也没有人歧视他们 是他们主动来攻击这一所大学 这明明是一所犹太大学 在这里上学的学生 绝大多数也都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却非要逼着 这些有信仰的人 去认同他们的LGBTQ一程 如果这些人在校外 或者是私下组建一个团体 没有人会去干涉 因为学校当然管不到 你个人的私生活 但是他们在做的行为 是在逼迫传统信仰的犹太人 必须承认 而且必须把学校的设施 拿出来做同性变性 等宣传的用途 这不就是故意找茬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